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路加福音 今天我们正在讨论第九讲 为将来而预备 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2章13章 这一段发生在 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 从第十二章开始提到 有许多的人聚集要来听耶稣开讲 表面看起来 虽然是向众人讲的 但是从十二章的第一节 一直到十三章二十一节 整段的内容 又加上十二章四十一节起 耶稣回答彼得的问话 可以看出来 整段都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 从前后文我们可以看出来 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做准备 先教导门徒 他不在的时候 要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 耶稣正谴责法律塞人 还有律法师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人来聚集来到他那儿 争吵或者辩论通常会引来一大群的人 虽然对罪不妥协的态度 不是常常为人所接受的 然而真理常常是自我证明的 耶稣转向门徒提醒他们 你们要防备法律塞人的孝 他解释这个孝就象征或者代表 假冒为善 为善的人就是一个戴上的面具的人 他们的外表跟他们里头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法律塞人假装是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事实上他们却是伪装大师 为了要强调神对门徒的保护 主耶稣他就提到天父对麻雀的观念 我们知道五只麻雀卖两分银子 换句话来说 买了四只麻雀就免费多送一只 然而就是这一只没有商业价值的麻雀 在神的眼中他也不会忘记 如果神都能够顾念这一只麻雀 他岂不更会看顾那些为他传福音的人吗 他们的头发他也都为他们数过了 凡说话干犯人的还可以得赦免 人子是指基督 人如果因为不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而拒绝了他 将来还有醒悟回转的可能 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人一切行为上还有话语上的罪 如果是悔改认罪都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如果明明知道是圣灵在做事 他却故意轻慢侮辱圣灵的工作 那么这个就叫圣灵永远没有办法在他心里面工作了 那么这样他就没有悔改认罪的可能 当然他也就得不到赦免了 财族的困扰是他的生产没有地方收藏 他的方法就是把现在有的仓库给拆了 然后他来盖更大的仓库 然后就告诉他自己的灵魂可以安息多年 那么他的计划完全没有想到 其他的人是否有需要 也没有办法来面对生命的突然结束 从十二章的二十二十一节就知道 神之所以认为这个财主的无知 主要是因为他的前提是不对的 生命不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他对父主的定义也是不对的 因为他只知道他今生的父主 却不知道在神面前 父主不是以他今生的财富来衡量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当中 耶稣说了哪些是不要的 哪些是要的 不要 从十二章二十二节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另外二十九节说 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十二章三十二节说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另外他也提到要 十二章三十一节说 你们要求他的国 十二章三十三节说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穷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狼 那么耶稣基督他说了 他看我们的生命比飞鸟还要贵重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是生命比饮食衣物更重要 十二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第二个理由是天父会供应 耶稣用乌鸦来说明 连这个看起来不贵重的生物 神都看顾何况人了 在十二章二十二节的生命 跟十二章十九节用的灵魂 是同一个字 耶稣在说无知财主 所忧虑的是生命中吃的穿的 这些都不必让你来忧虑 因为神会供应的 第三个理由是 忧虑是没有效果 是没有意义是没有作用的 物质的财富通常有一个问题 你要信靠它才能够拥有它 因此主耶稣说 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会在哪里 如果我们把钱财放在天上 我们的感情就会放弃 这个世上腐败的东西了 他又说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候 仆人的主人要回来 重重的来处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作为一个领导人 必须要明白知道神的旨意 才会知道自己所负责任的界限 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 虽然仍然会遭到审判 却不至于严厉 要明白知道他的旨意 就必须要听他的话 有两件国家的惨剧构成一个对话的基础 第一 也就是有些到耶路撒冷敬拜的加利利人 被屠杀了 犹太的巡抚比拉多下令 在他们献祭的时候杀害了他们 我们对这一件暴行没有其他的资料 我们假设受害人都是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可能在一个很谬误之下来挣扎 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必定是犯了什么逃天大罪 他们的死证明了神的不悦 然而主耶稣来矫正这个错误 警告犹太人 他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了 那么第二件也就是谈到了 西罗亚楼倒塌18个人死亡的事情 主耶稣基督所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不应该把这一次的灾难诠释为 对一个集体的恶行的特别的审判 相反的 我们应该要把它当作对全以色列国的一个警告 他们如果都不悔改 也会遭遇到类似的厄运 事实上 他们所遭遇到的厄运 就是在祖后70年 罗马将军提拓 入侵把耶路撒冷全部都毁灭了 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警告的 因为树不结果子 神就吩咐把这个树砍了 无花果树白白的占了地图 管理园区的来为无花果树的求情 多给他一年的时间 如果最终还是不结果子 就要把这个树砍了 这个就是所发生的事情 第四年开始的时候 以色列拒绝了主耶稣把他钉十字架 结果以色列国的首都被毁了 人民都四上格出去了 以色列对主耶稣的真正态度 可以从管会堂的看出来 这个官反对救主在安息日治好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的脊椎骨严重的弯曲了十八年 那么她的气形很厉害 弯腰的一点都直不起来 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之下 主耶稣主动的表示要医治她 用她的两只手按着她 叫她的脊椎骨直立起来 主的话令那些批评她的人完全无地自容 惭愧不看 一般的百姓感到的欢喜 因为主行了这一件荣耀的神迹 而且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主用直接的命令来回答那些推测的问题 他叫发问的人有确定自己会进宰门 耶稣说要努力进宰门 意思不是说救恩要我们尽上部分的努力 才可以得到 宰门在这里是指新生 透过信心借着恩典 我们才能够得救 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 不是他们要寻求进入悔改归正的门 而是在耶稣基督全能荣耀降临的这个日子 他们希望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 但已经太迟了 那个时候我们身处的恩典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们的主不为杀生之祸的威吓所动 他看出来那些是西律的诡计 并且叫法利塞人去告诉那个狐狸 他是一个口信 要他们传信给他 有些人对主耶稣用词狐狸 女性的狐狸 女的狐狸来提到西律感到难以理解 他们认为这就违背圣经禁止人来诽谤 百姓长官的吩咐 然而这不是诽谤 是绝对的事实 耶稣那一段口信的要点是他短期里头还要工作 在剩余的几天里头他还会赶鬼致病 然后在第三天也就是最后的一天 他会完成在地上使命有关的工作 到那个时候他才会结束的 说到这个暴雷的 经城的事实 耶稣感到悲怅难过 为其叹息 这个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神的使者的城 是他所爱的 他多次愿意聚集城里的居民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 只是他们不愿意 困难的地方是他们的铁石心肠 因此他们的城圣殿土地都要成为荒场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主耶稣基督多么的爱这些犹太人 可是犹太人却拒绝了 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